祈禱神典選我們 父神願意喜悅今日我們所獻上的十個禮拜 現在讓我們一起低頭來 同心祷告 全能的上帝 慈愛的父 我們感謝您 你是創造宇宙望路的體財 父阿 你創造我們 讓我們得到生命 感謝你 四向你的愛子耶穌基督 為我們的罪犧牲 費命 十字架上 為我們的力來復活 父神 我們要謝謝你 謝謝你 拆開聖靈來到我們當中 如我們同在 剛強我們心中的力量 讓我們從軟弱走向剛強 讓我們膽怯的時候不再去怕 我們可以依靠你 養 望你 在未來的日子裡 有責望 父神 你是慈愛安慰的神 不但賜給人屬靈的福分 也賜給人屬世的需要 心靈和肉體的需要 都在父神裡的恩典中得著滿足 父神 我們要謝謝你 每當聖靈在我們心中做工的時候 我們就伏伏在你的面前 我們願意來聆聽你 要對我們所說的話 父神 我們要謝謝你 也懇請聖靈內住在我們心裡 幫助我們 可以把我們從你那裡領受來的訊息 在我們的生活中實踐出來 父神 我們為了這一切 都是你的榮耀全能 因為你的聖結 你的慈愛 你的公義 你的全能都在我們當中 謝謝你 讓我們今天有這樣的機會 一起來敬拜你 我們這樣的感謝祷告 都是奉主 耶穌基督之聖尊一求 Amen 我們一起來宣讀《使徒聖經》 現在請慧中起列 我們一起來念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 上帝的徒聖子 因聖靈感病 由同聖女瑪利亞所生 在本領 比拉多 手下受難 被病死之下 受死 埋葬 將在陰堅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聖天 坐在全能父 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 神和國人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們公司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盛免 我信身體而復活 我信永生 Amen 請坐 現在我們一起來 恭讀上帝國民的話語 今天的聖經 記載在 《北利比書》 四章十到十三節 好 我們一起來念 我靠祖大大的喜樂 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 如今又發生 你們向來就思念我 只是沒得機會 我並不是已經需要說這話 我無論在什麼情況 都可以知足 這是我已經學會的 我知道怎樣處悲憲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或飽足 或飢餓 或有餘 或喧嘩 隨事隨戰 我都得了秘訣 我都奉著那家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好 那我們現在 恭請中宣傳召師來 幫我們傳講今天的訊息 那今天的訊息一路是 知足和秘訣 我們再次來找到 親愛天父 我們要感謝鄭民 謝謝你創造宇宙溫溫 供我們欣賞 享用 也幫助我們在生活 實力 旅行 樣樣都照顧 更撕給我們豐富的愛 甚至我們心裡的軟弱與欠欠 聊出我們一切的過範 我們何樂的感謝 若我們偏行幾路 求你將我們轉回向你 若我們身在福中不知福 求你支援我們學習知足的功課 今天幫助我們將你的話語 讓你放在我們的心裡 讓我們盡力靠著你的給我們的力量 凡事都能做得喜樂 這樣禱告 都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福民權 OK 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知足我的命群 這個過範 好 那我先問大家 你覺得你知足嗎 你覺得你知足嗎 其實我要有很多的欲望 就是還有很多的想法 要去慰勇 要去慰勇 讓自己更好 這是好事喔 不是壞事喔 那我在想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怎麼樣 你們生命才能夠覺得得到富足 你們要過才會覺得富足 知足的生活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先問大家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覺得知足跟墓子 跟墓子跟環境有沒有關係 有 就是每個信號每一個人都給你打 你覺得有沒有 有人覺得有 有人覺得你 看看 來 第二個 你覺得知足跟環境有沒有關係 不是你受到的環境 分子環境有沒有關係 好 我們再來看 那你覺得知足跟人有沒有關係 有 那你覺得知足跟神有沒有關係 有 有 所以你們四個答案 四個題目四個都是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到底要講什麼 好 第一個人本來知足 是我自己寫的 那我自己把它歸納四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就是墓子環境 不滿足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不足 那墓子環境有這麼多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財富啦 地位啦 成就啦 房子車子啦 學位啦 學位 然後這些東西 大概就是比較是 物質環境的固執 或是多少田產 什麼之類 這個都跟財富有關的 就是這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就是很多人都在追求這一塊 才不滿足 所以呢 一直不斷的花時間在追求這一塊 對不對 所以會覺得時間不太夠用 那另外一部分是 就是關係跟人的問題 就是跟人關係不夠好 譬如說夫妻關係不好 所以很多人就是有狀況 然後婚姻不滿足 那有些是妻子 有些是兄弟姊妹 有些是婆媳 有些是同事 有些時候是人際關係 變得孤單 有些時候是總理問題 那有些時候是你跟神的關係 所以這是跟神跟人 就是大部分是神跟人的部分 你覺得不滿足 這個也會造成 這個也會造成什麼 那個不知主的地方 另外一部分 這是我自己歸納說 咦 我們人都說是 我們個人有一些內在的一些需求 剛剛是外在的需求跟人的需求 這個時候是內在的需求 譬如說我覺得自主性我不夠 然後我知道會不會尊重 而且我覺得我沒有被愛 而且我覺得我的心願都沒辦法達成 或者是說我沒有辦法很完美 因為完美前面的人 他覺得沒辦法完美 他就是受不了 他一定要完美他才受不了 所以他就沒辦法自主 這也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自己本身 自己跟自己受限 譬如說他很想要控制別人 然後想要改變別人 然後別人又不聽他 然後就很生氣 那有些人是怎樣 顛倒 就是自己沒有辦法做自己 常常被操控 但也沒辦法 所以就覺得自卑 然後覺得是我價值降低 所以這個是比較屬於 自我跟個人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四部分 我們自己要想 這四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他覺得我們都很不夠 所以我們想要從這個地方 來得到滿足 那有的人就這樣講說 怎麼樣才知足 那就是要怎樣 慾望不要太多 那就可以怎樣 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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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望的話 就是不會那麼容易不知足 有人是這樣講的 那有人就說 你只要 凡事都謝恩 凡事感恩就可以了 當然 這樣子也可以自足 但是呢 還有一種就是 我們Musklo 有講到五種需求 第一種是什麼 生理基本 有沒有 基本需要 另外一個是什麼安全 安全感 另外一個是感情的需求 就是剛剛我們在講 那個人跟你之間關係的需求 因為有是尊重 都不被尊重 那有沒有實際的 剛剛有講到說 那個意思在需求 我們也是在講這個 說你這個需求 如果沒有辦法得到滿足的時候 那這個到底喔 要多樣的 多少的程度 才會算滿足 這個也很難講 因為每一個人情況都不一樣 所以 因著人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那有人說 只要共用就好 你要缺乏 只要共用 那什麼叫共用 什麼叫共用 跟每一個人都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這個自主實在是一個問號 還滿難選一個功課 不是很容易 什麼時候才是你覺得自己 好 我們再來看喔 這個我看到一個 基督徒的心理漫畫 剛好看到這個 我就覺得 怎麼那麼適合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剛好看到這個 他說喔 來我們自己來念一遍 照片是什麼 他說我才要求 祂賜給我更多我想要 那你看下面有一圈圈的 有沒有看到是什麼 那也是 有沒有看到什麼 他要什麼 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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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環遊世界 不錯 還有手機 還有手錶 還有手錶 還有可能是 曹律師的手錶 還有沒有 漢堡 漢堡 還有也是什麼 那個什麼 很棒的房子 大概透天的別墅那種 好不管怎樣 但是呢神說那怎樣 祂給我們就是要學起什麼 支柱 那支柱下面是 你看那個給你住的是什麼 可能是平房 大概就是一般的平房 然後你只要牽著摩托車就可以走路了 就可以上路了 可以有交通就好了 然後可以吃喝得飽足就可以了 然後家裡相敬相愛就可以了 你看這個是漫畫 所以它用的很簡單的東西 來代表這些東西 會不會覺得這個漫畫 還蠻適合我今天要講的 我就把它抠下來 這個也送給我 我就把它抠下來 那它裡面講很多東西 我覺得蠻好的 那其中這一張 我覺得很適合 好 那這裡講到 好注意聽喔 這個很重要喔 他說支柱 支柱其實是沒有受到 物質跟平房的限制 就是物質環境的限制 不是這樣子 而是受到神跟人的限制 就是說 不是啦 就說不限制 就是會跟人跟神有關係 是這樣子 那我先問你們喔 如果在暴風裡當中 那環境好不好不好 但是如果相愛的兩個戀人 出去約會 你覺得這個時候他們還會覺得不滿足嗎 他們就相依在一起 那你覺得呢 這時候他們會覺得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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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機會要你們相依在一起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是跟誰在一起嗎 跟誰在一起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人喔 你跟什麼人在一起 如果你跟他 你這個人是你所愛的人 不管是家人或朋友 或者是情人都好 只要是這樣 那你就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環境在怎樣 惡劣 你只要跟的人 對著就OK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重要喔 好 那你如果說 你看我們 在聖經章裡面講到那個 什麼 不要怕風浪 就是這個 當風浪的時候怎樣 有神於你投在的時候 你也不用那麼呆丟喔 因為神就給你 你有信心 你有平安 你就有了 所以 這個不太一樣 跟我們剛剛講說 那知主是 你看 所以這個知主 跟我們想的知主不太一樣 所以知主是不受這些東西來 謝知無 到底環境好不好 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是我們跟誰在一起 如果今天我們吃菜脯 吃菜脯 可是跟我一個相愛的人 吃菜脯 你也感恩 因為那個菜脯 很定義 很好吃 但本來還有一個人喔 一點都不愛你的人 在一起吃那個菜脯 沒關係 或是吃那個什麼 最好的料理 日本料理很好 你讚的 可是呢 關係就不好 吃起來那一頓餐 就是好像沒有味道 對不對 所以重點不在 那個吃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感覺比較重要的話 就是那個關係比較重要 所以是關係有點丟 所以你會發現 你跟誰出去玩 都沒有關係 不管去到任何地方 都沒有關係 只要兩個人在一起 就覺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 你跟誰在一起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好 那很多時候知主 有很多事 很多人認為說 知主是因為物質跟周遭環境 在這裡講說這個其實你有什麼大關係 大關係 不是大關係 很多人喔 很奢侈生活 但是呢 他可能會怎樣 常常是處理的福利 說真的 因為他很孤單 有一本書說 活得 窮得怎樣 只剩下錢 好 這樣就很頑固 對吧 他雖然錢很多 但是呢 他什麼都沒有 只有錢 那這樣子 他會自主嗎 你只有錢 會自主嗎 就一定 所以既然說 欸 是不是生活很貧窮的人 他們就不信 他們就不自主 有嗎 我看到很多鄉下的那個 年紀的很大的那些 夫婦老夫婦 他們相親相愛 互相陪伴 互相守衛 然後你生病的時候 我照顧你 然後你來照顧我 可是你看很多窮 很富有的人 欸 結果生病的時候怎樣 大叫跑光光 有沒有 他只要得財產的 全部都回來 大部分是這種狀況很多 我在醫院看到很多這種狀況 所以財富真的是 所以有的時候 已經有點麻煩 再來 如果你生活很安逸 太生活太安逸的人 生活都沒有什麼起源 有些時候怎樣 會覺得很鬱悶 不足 就是很鬱悶 你覺得像我這樣 太多貴一時 你也是會不會 所以有人是這樣 那有人是這樣 那有人是這樣 一天到晚都遇到好多的痛苦 跟打擊一堆 可是這一堆打擊的時候 他反而覺得很怎樣 很淡感 因為每天都要接受打擊 已經打擊得非常的用 所以就覺得再怎麼困難 都不怕 就是這樣 所以 你說 這個就是實話 知主很多時候有這樣的迷失 我不希望我有這樣的迷失 好再來 我們去看我們的聖經裡面 今天講到說 第一句話又講到什麼 我靠什麼 靠此 大大喜樂 那為什麼他這樣講 為什麼他這樣講 因為 歸離禮教會 我知道之前我跟你們講過 歸離禮教會跟寶樓關係好不好 很輕喔 所以跟人的關係好不好 這個人呢 你看與人的關係 所以寶樓跟他是很好的關係 他說 你們常常失戀我 然後如今呢又發生了 但是呢 那你沒機會 欸 這句話講得有點奇怪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他是為什麼 這個寶樓 他 曾經在 他自己寫這東西的時候 他是在建議 所以他被關 他被關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辦法跟他在一起 沒有辦法 是有距離的 所以沒辦法跟他在一起 所以呢 這個時候 寶樓是很欠缺的 他個人是很平凡的 很平凡 所以他們怎樣 需要贈收一筆錢給寶樓 那時候寶樓願意接受 本來寶樓是不願意接受的 就是個人的親切 不願意 因為當時 他其實 他是總管教會的財務 結果 如果他 人家贈送來 是要送給寶樓個人的話 他都已拒絕 他都不收 他寶樓是這樣 但是呢 因為他那時候 他已經移開了財務 純粹有人送給他 所以他時候在被關的監獄內 他就收了這筆錢 所以他就很感謝婚禮教會人 這樣對他的暗音關係 那他也很感謝說 這些婚禮教會人 他們常常怎樣 為了教會的事情 常常很關心 然後也關心他傳扶的需要 所以這個寶樓是這樣 靠主 他是靠主常常喜悅 不是因為他有什麼錢或沒有錢 不是因為這樣 他是有錢沒有錢 他都可以喜悅 他是這樣的情況 讓我們看啊 他說我並不是因為缺乏而說這話 我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都可以知足 這句話是我從以前會念書 會懂的這句話 開始我就常常用這句話來念我自己 不管怎樣 我要怎麼樣學習 無論在什麼情況我都可以學習 知足 那怎麼樣學 不容易學喔 但是就是學 麻煩學 我就覺得蠻好的 所以我常常喜樂 是因為婚禮我常常在學 那我覺得這一段經驗 也對我來講 也是我很喜歡的一個經驗 那保羅是在講說這個知足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沒有任何一樣 在任何一個情況裡面 他反正不管怎麼樣 他都可以知足 那知足喔 在這個西二五語音他講到的就是什麼 Altrakis 他是用這樣子原文來說的 那意思在講說人是會得到滿足 跟會得到自足 那滿足跟知足這件事情 這裡有人的學派 這個我先講說保羅 他是在順境跟逆境他都可以知足 為什麼 因為以前很多人反對保羅 在團職員的時候就很討厭他 所以就會想要把他關起來 所以就常常打擊他攻擊他 所以保羅那時候負責管理財務 然後他不願意喔 他在金錢上被人家誣陷 所以呢 他就一律拒絕個人奉獻 所以他都沒有接受 那他也拒絕接受那個菲利米德教會的 的貴贈 貴贈他也拒絕 可是呢 當他要 利路撒冷的人鬧飢荒的時候 保羅就怎樣 願意怎樣 募款 然後來捐贈給他們 所以那時候別人的奉獻 他都到他們教會裡面 他就是那個晚財務 他就運給他 所以保羅是有生的 保羅是說什麼情況他收 什麼情況他不收 雖然很清楚那個財務的狀況 他沒有因為說他自己有或是沒有 然後來決定他要不一樣 不是喔 好 那我們來看看另外一部分 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自主這個觀念 知主這個觀念 另外一個學派喔 叫做自主 滿足跟自主 這個東西都是在知主裡面喔 但這個斯洛威亞派喔 這個人喔 這個派的人他們是認為說喔 欸 自主是什麼 是大家要追求 這個學派大家都要追求 最大的目標 那個目標是什麼 就是說 不要受到任何事跟任何人的支配 這個你講到是不接受事跟人喔 剛剛我講到說有對不對 可是他這裡的資派是沒有的 比較沒有人性的一個學派 他們是這樣子說很可怕喔 我看到之後我就覺得喔 他們是這樣喔 你看喔他們是怎樣 他們是所有的慾念 全部的慾望全部會怎樣 斷絕 根絕 不可以有 最好少有 物質都盡量減少 這個是他們想法 這是這個學派人情人的想法 另外一個學派人情人的想法 另外一個想法是說 所有的情感 對忍的情感都要斬除 你覺得呢 你一看我 你怪不得是這樣子喔 所以無論是對自己 連家人他們也是都是OK 都不要因為別人怎樣 然後覺得自己就覺得我OK 沒有不管你跟別人關係好不好 他都沒有關係這樣子 這個也怪怪的 如果你的爸爸媽媽跟他關係不好 你也覺得不OK嗎 你看他不可以 真的是沒關係這樣子 沒有意想 沒有關係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他自己的意念 就是意念不可以 然後他只相信說上帝呢 全部所有的事情都是出於上帝 全部事情都出於上帝 他們是這樣想的 然後不管你是你要養成一種很堅硬的 那種堅硬的精神 然後密亞要順受 你們覺得這個 這個學派也覺得怎樣 斯多雅這個學派 所以你看我們來看大家 我來做一個比較 這個比這個斯多雅學派這個比較是說 他們的禁止什麼 慾望還有情感還有意志 這些全部都禁止 但是呢保羅是靠什麼 他是靠基督 所以不一樣對不對 他是靠神的 那我們再看 這邊的斯多雅是說 知主是人類的一種成就 就是說我若有知主我做一種成就 因為他們這是他們追求的最高理想目標 可是保羅就是說什麼 我是從上帝賜給我的禮物 這些知主是神給我多少我就多少 全部都從神而來的 你看心態不一樣對不對 態度不一樣 再來 這邊是說自主 就是說那個 self-servition self-servition 這個部分是自己滿足 可是保羅這邊是什麼 我是靠著神得到滿足 他是God-servition 所以這個不一樣 那斯多雅是說 他是沒有人道的 他是沒有人道的 但是呢 跟保羅這邊 他是能夠去幫助別人 也能夠愛人 所以是互相的幫助 所以你看基本上 這兩個學派有沒有一樣 觀點是很大的不同 那當然我們覺得斯洛雅這個派 可是有些人啊 是不是會遵守這個學派 所以他就禁止很多東西 禁 全部都禁掉 那有一次禁過 會有禁一小部分 所以是這樣 好 那保羅是這樣講 他說我怎樣 我不要不管在卑賤 或者是在豐富 或有餘或缺乏或飽足或飢餓 這些東西我都沒有關係 我不管怎麼樣環境 我都要怎麼樣 我說得了這個知足的祕訣 我都得到知足 不管這樣我都可以知足 這是保羅很厲害的地方 所以他說 我是靠著那加給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部分 其實知足裡面 設定有一種兩種內涵 這個內涵是一種是 跟神有好的關係 建立跟神有好的關係 就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說 你不僅是說跟神有好的關係 你還有好的作為 有那個神的作為在其中 在作為在其中 那保羅能夠應付各樣的狀況 是因為他在每一個環境當中的時候 他都怎樣 因為耶穌基督成為他很大的幫助 當他需要的時候 神都給他很多幫助 所以呢 他就很高興他跟主耶穌同行 他就能夠面對很多的困境 所以你看喔 保羅從五世基督古報變成基督禮之後 他的生命很坎坷 為了傳福音 他常常受好多難 可是怎樣 他說 反正我為萬事來說 我都把他當作奮徒或是基督為主 所以我再怎麼活 我都要為主能活 這是他的生命裡面很大的根基 就是我跟神的關係 所以等下跟神的關係很穩固的時候 他就能夠做到這些事情 這個滿難的 我們是在學習的 我們在學習都不可能都變得多好 但是我們盡量學習 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來解釋 如果你知足 這個知足跟沒有知足的態度 你自己可以來解釋自己 譬如說 當你缺乏的時候 當你飢餓的時候 你那時候你會抱怨 你會覺得你好像背在一起 你會覺得你好像看人都很同便 你會覺得你很同便跟別人在一起 反正你會覺得你都沒有愛我 人也不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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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不愛我 那時候就開始就抱怨 所以上帝有一點都不可能 好 這個是解釋 知足裡面 你就可以解釋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或者是說 當你很富足的時候 你還有剩下的時候 你會不會給 有些人富足的時候也不會給 我就很敬佩那個 尤雅老師跟這支師 他們很有 可是他們很會給 他們沒有吃吞 私下享用 他都是眾人享用 所以你看教會很多說 不夠的時候他們就會幫 我們發育黨很多說不夠 沒得吃 好出我的 有沒有常常都是這樣 然後看病的時候不用錢 來就有了 我就覺得這就是怎樣 願意給 知足裡面願意給 有很多富有的人願意給 真的 因為他還是覺得不夠 他還要更多 我覺得這個很好 謝謝 做得很好 謝謝 不是真的 但我們有很多人願意給 是他有專業 他有努力 他可以給 譬如說像慧琳老師 他會聽我對不對 他很願意給 他會聽樂 他很願意給 俞人歌也是很會唱 他很願意給 其實這個東西都願意給 對 那慧琳老師很忙 他願意給時間 他就來給很多事情 然後來當親密團系的會長 所以我跟你講很多人會給 所以如果你不願意給 這個就會挺不錯 好 所以這個東西的檢視 你到底在這個地方 你都得到那個知識的那個態度 有沒有 就是在跟誰有好的關係是怎樣 你可以自己檢視自己 你在這卑賤在豐富 你是不是覺得 你有沒有跟神好關係 就是你可以這樣做 不管你是卑賤或豐富 OK 你飽足或惡靈OK 然後你缺乏跟友誼也OK 然後怎麼樣的情況你都OK 這表示你跟上帝關係很好 那你如果真的跟上帝關係不好 你就是這些東西你多可 然後你就可以解釋你們自己 好不好 從寶如的裡面來看到你們自己 我都喜歡這樣做 那這樣就知道你的情況是怎樣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常常都覺得差幾個 很大一個差距 很大一個差距 所以要學會自主才能不是很難 再來有所做的 就是說你自主了之後 那個我靠著他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到底做什麼 凡事都能做 是做神與他同在的作為 他一直在做神的活度的事情 神活度的事情 所以我要問你 神給我每個人都專業都不一樣 執念都不一樣 有的人 你可不可以在工作上 你榮耀什麼 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專業裡面 你榮耀什麼給的 服務人 你可不可以在你地方上 成為別人的助手 這都是你可以給的 不管在家裡 你在教會 在社區 在各樣的地方 你都可以給 這個就是給別人的祝福 這很重要 所以我在問 我在跟大家 這個也是那個腿的其中一個 我覺得很好 這個我覺得很喜歡 他說喔 你信了耶穌之後 有些東西其實都沒有改變 譬如說工作啦 沒改變 照應也沒改變 照應也是很糟糕 然後呢 環境也不怎樣 吸水也不太高 他長者有病痛 然後壓力很大 或許都是這樣情況 但是呢 他後面講一句話 我覺得還蠻好的 他說喔 但我發現有一件事 不斷在改變我 是什麼 欸 我覺得我被跟鋼琴了 我覺得我更有信心了 我覺得我更喜樂了 我覺得我更知足了 欸 這幾個 有沒有 更滿足了 欸這些東西喔 你會發現說 雖然環境沒有改變 但是呢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最後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這一塊 只要仁老師暫時 我都很緊張喔 好 學習知足的秘訣 這個秘訣是什麼 就是你不受任何環境來左右 然後你淚在裡面 可以發出力量 發出力量 然後可以去面對各樣的狀況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保羅就是用這種方式 就是你在福音當中會有所做的 在福音當中有所做的 真的很重要喔 所以我希望說 像今天 慧琳老師他就邀請他的家長 一起來分享很棒 都是漂亮的美女 這就是怎樣 運力點 然後運力邀請 運力怎麼樣 在福音事工上心旺 這是很好很重要的 我們今天看到好多一個音樂員 我也很高興 今天看到雅馨來做的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都非常棒 非常棒 我們需要互相做這樣的邀請動作 在福音的使命上做什麼 好 這是我今天喔 我還有一張 對這個部分 我要跟大家 我主要是這一張 我要問大家 從現在開始 從今天開始 你學習去經歷喔 你要怎樣跟神同在喔 然後你去體會到 你跟神同在的時候 你能夠辦法知足 那種慘樂的那個滋味 你去體會看看 如果你可以常常體會這種感覺 你就感知到 你就知道說 欸 當我缺乏的時候 我能辦法自主 就問自己 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能夠辦法自主 好 當你被傷害的時候 你能夠辦法自主 如果你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 因為你是靠主 來讓你有力量 用從內在發出那樣 一面的去克服 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越過去 你就可以自主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有沒有辦法 在這個環境的時候 你都可以自主 如果你找到什麼地方 環境 惡劣 或者是順境 你都可以自主 這個都是可以在今天 讓你學習 最後一個 如果你想要有作為 你要在什麼樣的事工上 使命上 或者工作專業上 去發光 為主發光 不是為自己 給你這些問題 有沒有好好寫 好 那今天我們 最後一個小組 我們有音樂建設的歌 但是我希望 你們能給我的時候 這個地方得到的地方 好 那我們來唱這首歌 叫我得人益訣 這是我一首非常喜歡的歌 這首歌 我們一起唱 這首歌就是在講這個經文 這首歌完全是這個經文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經文的時候 我們再來回想 你有沒有得到這個祕訣 知主的祕訣 你得到了語言 你有沒有辦法 在隨什麼環境 任何的環境 你都可以得到知主 好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給我找到的禮詢 我知道 怎樣處非密切 我知道 怎樣處豐富 怎樣處豐富 我猶豫 我學方 我遙計 得了個美群 我的流淚 靠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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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假的我一样你 还是我们做 好 犹豫 我决定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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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假的我一样你 还是我们做 好 假的 我一样你 好 假的我一样你 还是我们做 好 犹豫 我决定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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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假的我一样你 好 假的 我一样你 好 假的我一样你 你跟我了重要的事情 有ơ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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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里面 我出去 保留 的功课 支足的功课 全民党人这样子 能够對我之主的感恩 又感恩 又喜乐 这样好 我是奉献 神 redeem me 阿们